這Delta變種病毒快速傳播 美國目前有超過十萬人 因為確診住院 這是從今年一月以來 住院人數再次超過十萬人 更是去年同期人數的兩倍多 讓美國FDA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官員感嘆 如今的確診跟住院數據 比去年八月沒有疫苗時還要慘 醫院內 護士們穿梭在不同的家戶病房內 照顧新冠重症患者 受到Delta變種病毒影響 美國確診跟住院患者的人數 從六月下旬開始暴增 到25號為止 至少已經有十萬零三百一十七人確診住院 比九週前增加了六倍 也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多 讓醫療人員疲於奔命 美國目前有八個州的住院人數都創下新高 全國平均每天有超過一千一百名患者死亡 是三月中以來最高 美國FDA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官員奧菲特表示 很多數據包括確診跟住院人數都比去年八月 沒有疫苗的時候更慘 但醫院的研究人員統計 住院的人絕大多數都沒有接種過疫苗 洛杉磯最近一項從五月一號到七月二十五號的研究 也證實沒有接種疫苗的人的確診率跟住院率 分別是完整接種疫苗的人的四點九倍和二十九點二倍 而完整接種疫苗的人住院比例是百分之三點二 百分之零點五的人需要住進加護病房 百分之零點二的人需要機器供養 美國伊利諾州州長普里茨克就因此要求 在九月五號前所有醫療 照護跟教師人員都要接種疫苗 否則每週都要篩檢一次 而且兩歲以上的人 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 在室內都要戴口罩 外媒報導 美國各州關於口罩跟疫苗的規定都不同 目前佛州德州 因為確診人數創下新高 當地部分學校都不管州長禁止強制戴口罩的命令 依舊要求學生跟教職員必須戴口罩 才能夠到校上課 工人新聞陳盛秉